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动态一发播出来不少的观众惊讶了 期待了一年的秦深深终于要合体了吗 作为第一季的金深排档 秦深深回归其实很正常 许多节目历来都有邀请热门组合的习惯 即使要邀请嘉宾再困难 要考虑到李克勤和周深等等 档期方面的因素情况之下 依旧排除晚难的要秦深深回归 为什么节目组要如此的煞费苦心呢 那是因为节目组清楚的知道 秦深深的合体对我们的歌这档节目来说 到底有多么的重要 秦深深的回归不仅会提高 节目的热度和关注度 同时还会让收视率再高一层 而且呢 这个是个双赢的选择 对节目来说 节目是可以提升热度和收视的 秦深深作为第一季的超人际组合 几乎每一首歌都登上排行榜 即使过去的一年话题度依旧很高 自从第二季筹备以来 呼吁秦深深返场的消息就连连不断 所以秦深深回归 很多第一季的观众也会来看 而且大家也会好奇 一年没见了 两个人的默契是否还在呀 又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对观众来说 其实是愿望的一种达成吧 秦深深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白月光 第一季收关的时候 不少的观众历练不舍 不想收关 第二季开始的时候呢 并一直希望第一季的成员能够回来 不少的观众也许愿 希望秦深深能够返场 哪怕是来一起唱一首歌都好 如今秦深深真的回归了 那也就意味着大家的心愿达成了 自然对节目组的印象也会好起来 那么也会更加的期待该节目的后续 总而言之 秦深深回归对节目组来说呢 只有好处并无坏处 根据网友透露啊 他们秦深深演唱的两首歌曲 突如其来的爱情和富士山下 一首日语歌 一首粤语歌也是进行准备的 可见秦深深回来呢 并非是走走过场 而是有过准备的 如今秦深合体回归 并录制完成 当节目播出的时候 看来收视率呢也要爆了 你期待秦深深的回归吗 吃瓜不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并非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